硝烟成功收服陨落星岩后 就与美渡沙女王过着没修没骚的小日子 与此同时 冰皇海波东和米特尔家族却惨遭云蓝宗灭了 芸儿 还在生为师的气吗 老师今日怎有空来这进殿 芸儿 你还是这般脾气 为了一个毫无瓜葛的肖家 你便忘记了老师对你的栽培吗 老师多年栽培 云孕自然谨记在心 但一个小小的肖家 你何必对他们那样 你这样便是彻底雨霄 他成了不死不休啊 成便成了 一个自以为有些天赋的小辈而已 还能让我云山如何忌惮 好了 我来也不是和你扯那个家伙的 只要等你将那小子忘记 我会再度让你重登宗主之位 但看现在你还是忘不了他 那肖家 我是绝对不会放过 我已经接到了消息 肖家残倒 应该在米特尔家族的庇护之下 海伯东那个老家伙 几次三番阻我云兰宗之事 真当老夫收拾不了他不成 这一次 我要肖家彻底在加玛帝国灭绝 你要动米特尔家族 米特尔家族是帝国三大家族之一 若是云兰宗对他们出手 定然会引来众多势力不满 老师你难道想将云兰宗立于加玛帝国所有人对立面吗 一群跳梁小丑而已 他们若是想动 那也正好 加玛帝国平静太久了 能大清洗一次 对我云兰宗来说倒也算不错 老师 你在执迷不悟 云兰宗迟早会毁在你手上 云月 你现在越来越大胆了 竟然敢如此与我说话 云兰宗不会在我手中覆灭 反而我会将他带上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那个地步是以往云兰宗任何一任宗主都未曾达到过的 还有你最好将那个小子忘掉 不要再痴心妄想他还会回加玛帝国 就算他能回来 老夫也会第一时间娶他小命 而且云兰宗毁心满门 你作为云兰宗的宗主 这般立场便也说明你们之间绝对不可能 云都 云朵 这一次由你二人带队 将米特尔家族彻底清除 记住 在清除掉米特尔家族之后 一定要将肖家残党搜寻出来 遵命 姐姐 这次一定要将肖家残党一个不漏地抓起来 不然的话 店主可是真的会发怒了 你们为何要活捉肖家之人 直接杀掉不是更省事吗 不该问的最好别问 否则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海波东 不要负于顽抗 凭你一己之力 还想立挽狂澜不成 若是识相的话 便尽快交出肖家残党 云渡 云杀 你们怎么可能也进入斗黄了 嘿嘿 只准你成为斗黄 难道别人便不行吗 这两家伙气息有点不对 虽然气势看似达到了斗黄界别 可气息却远远不如斗黄强者那般圆润自然 想必应该是云杀使用的什么诡异秘法 强行提升了他们实力 海波东 再问一声 今日 究竟是交不交人 云南宗这些年的作备 简直丢尽了前些代宗主的脸 云杀的老杂毛 难道就不怕列祖列宗复活来找他算账吗 云南宗众弟子听命 今日 血起米特尔家族 不要再富于顽抗 虽然论单人实力 我二人不及你 不过若是联手 你却唯有落败你 这气息是他 那个家伙 那个家伙真的回来了